欣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一 欣语之声 车儿梅浩洲 来到7点08分的 欣典时刻欣语之声 又是我车儿 还有今晚我们的特别主持 就是梅浩洲律师 谢谢你 今晚我们继续 会和大家去分享 我们嘉宾的美丽的欣典时刻 今晚美丽的嘉宾 不单是她的样子美丽 连她的举致和怡态 都一样美丽 对啊 为什么这样去形容她呢 因为她从小到大 都是练习一种很优美的舞蹈 就是芭蕾舞 而且她是一间芭蕾舞学校的校长 首先我们先介绍她出来 她就是曾雪莉的Lily Lily 你好 Lily 你好 Lily 你好 Sally 你好 是呀 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去跟Lily去聊天 去说回你自己的人生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学习这个芭蕾舞 也都现在拥有着一间芭蕾舞的学校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下 由几岁开始学这个芭蕾舞呢 我学芭蕾舞第一堂 那时候想起来是五岁 从好小的时候 自娱妈妈与爸爸 就看到我在家弹下弹下弹 就像吃个弹弹波 那妈妈就送了我去 开始學芭蕾舞 那么就由那时候学下去 学到 十四岁 过了英国《王家芭蕾舞学院》 学跳舞 接着是个辅留在那里的师范校园 接着又在日本就教跳舞 接着就回家香港开校了 其實你也很順利 學這個巴黎母的路向 其實爸爸媽媽不會覺得 你一定要以學業為重 先讀書 反過來讓你用你的興趣去發展 其實回想起來 覺得爸爸媽媽也很開通 有感恩 她看到我喜歡的東西 她把我放在一個環境 讓我可以學到最好的 送了我去英國學巴黎母 以往真的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現在做了媽媽 我都會這樣來教我的小朋友 你也不會逼她 看她恩賜在哪裡 然後再陪她 Lily 我有個問題 我也有點好奇心 因為聽你這樣說 你五歲開始學 14歲就去英國深掃 我叫做深掃 因為我知道 巴黎母學院 英國不是容易入 你可不可以說 雖然你自己很喜歡 但是你還沒去英國之前 每天都會練習 還是每天練多久巴黎母 其實很小的時候 我記得是一個星期一課 去到學到十一歲左右 開始學尖腳 你不是經常見到那些女生 跳巴黎母站在尖腳 那時候就一個星期三四課 那時候也開始很嚴重 很感謝媽媽 因為她帶我去我才能學 就是這樣 但是尖腳的腳痛不痛 我經常想知道 腳趾或性會不會痛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很害怕 但如果從小開始訓練 我們膝蓋的位置也很強 就是腳趾的位置 力量不是墜下去 而是向上 即是你也要想像 可能個人是要盡量拉高自己 其實自己 因為真的很喜歡 所以又不覺得很辛苦 但別人看起來又覺得 嘩!這麼可怕的 經常飄來飄去 但是當你要決定 要去英國那裡深躁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覺得要遠離家 又要自己一個人去學習獨立 那時候你的心態是怎樣的 其實那時候 現在想起來又沒有太害怕 因為可能真的很喜歡跳舞 又可以去英國 那時候也是全世界 因為很多國家的學生選擇二十個 那時候也覺得 你是一個演藝的事業的時候 那時候在學習的時候 當然是覺得自己很厲害 已經覺得自己可以 應該 入到啊!二十個而已 而且從小到大 我爸爸也給了很多鼓勵我 經常都覺得 你可以的 經常都說我可以的 那我經常以為自己真的可以 但現在回想起來都很難 然後到畢業只有八個 因為那些很艱苦 那些 即是有些放棄了 有些又傷了 有些可能老師 因為那時候其實都很著重我們的體型 不能太肥 有些可能老師一句說 有些同學一聽了就不吃東西 可能有些厭食 那接著有些又弄傷手 有些又弄傷腳 那你呢? 你怎樣去熬過這段時間呢? 我就眼見 這樣又不見了 這樣又不見了 那我自己呢 即是一有少少覺得 不太舒服 我就休息 即是休息到得了 我就再跳 即是我那時候都會疏身的 都不會硬 因為有時太硬 自己 over到的限制 就會很容易傷 那時候我記得 有一次睡覺 睡禮頸 其實都不關跳舞的事 那我直接回去跟老師說 我要休息 我說睡禮頸 但是我要休息 即是 要保護自己的身體 但譬如那些老師都很嚴格 即是你怎樣去面對這些壓力 有很多朋友 即是很多同學仔 就這樣就放棄了 甚至有些又傷 就離開了 但你竟然是可以一路一路 這樣去熬過 甚至不倒焉 是的 那時候我記得一轉圈 就要轉38個 即是轉不到38個 就由頭轉過 那我記得 有時老師就會 都會有些說話 為甚麼轉不到 即是會說些不好聽的說話 那有些同學仔就會很傷心 但是我自己 當時 萬一有人這樣跟我說 是說我的 我就會覺得 我爸爸媽媽也不會這樣說我的 當然他不明白我 但應該我不是這樣的 就是爸爸媽媽說的 才是真的 因為媽媽經常說我可以 其實我們聽到 Lily也是一個很樂觀 即是很有信心的女孩子 當時我們不如廣告之後回來 繼續去聽聽Lily之後的人生 好 恩典不盡 感動無限 懷抱社會 祝福生命 恩典時刻 星期一 恩雨之聲 車兒梅浩洲 時間是7點18分 又回來直播室 直播室裏面 有我們的主持車兒 還有我們今晚 一位很美麗的嘉賓 是曾雪麗Lily Lily 我們繼續聊下去 先頭在廣告之前 就聊到 雖然都知道 不是容易 但是好像 選二十個學生 你都入到 那個巴雷舞學院 那一路跳下去了 那就到你畢業了 那你是 哪一 什麼時候畢業 和畢業之後 怎樣情況呢 其實畢業之後呢 我就去了日本 教了一年巴雷舞 和學日文 那因為 從小到大都很想去一下這個國家 那又想去不同國家的生活體驗 那去了那裡教 那然後就回來香港呢 就 都在幾間不同的學校 part time 教一下 那我 那我 因為剛回來就沒有 沒有 full time 教 那有時候我爸爸就說 啊 上班了嗎 我說上班了 因為那時候 收入沒有什麼 因為真的是做part time 那 那就留在家多一點 不要花那麼多錢 那我的爸爸就說 嗯 在家教完了 不如 開一間學校給你 就是 讓你有得自己教一下 那因為其實 那時候很突然 因為從小到大 爸爸的教育 我們的方法 就是 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 從小到大 他就說 啊 你們用心思讀書 你學什麼都可以的 我供到你 就是你們可以讀到 很大年紀 總之你想讀我就供 但是完了呢 讀完書呢 就 就是 你要靠自己 就是要靠自己 然後呢 就 學了的東西是自己 那麼 媽媽 爸爸已經 工完你們讀書了 那你應該 你應該 做事的時候 就要 你媽媽又要給10% 人工 爸爸又要給10% 從頭到尾都會說 不會留錢給我們去做生意 小時候已經這樣教 他那時候說要開一間學校 我就覺得很驚訝 但是當然想 好吧 反正沒有全時間工作 爸爸又開一間學校 就這樣開了 那就開始自己做老闆 是啊 其實從小到大 都沒有想過做事 畢業那天 我剛才說 只剩下8個同學 老師問 你去哪裡教 有些說去 去Opera Ballet 有些去National Ballet 問到我 我就說 我就想嫁了他 他就說 為什麼要嫁了 因為從小到大 覺得媽媽 就是一個 太太 最典型最幸福的人生 好像媽媽那樣就好 為什麼要做事 所以沒有想過做事 爸爸突然說 開一間學校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機會 但是 開業容易 守業 其實非常難 當初你開業 是在你家附近 是啊 在家附近 爸爸買了一間店 裝修了 當日 都很特別 我爸爸 懂得安排 酒會 沒有師 我說 爸爸 我是開巴雷舞學校 為什麼沒有師 他說 勤勵勤勤勤 嘈吵 因為那個是在平台的店 他說 誰知道你開了一間學校 有些聲音 人人都知道 然後當晚 我爸爸在一間餐廳 開了二十位 那天好像我嫁 其實我不是嫁 但他原來聘請了我們屋苑 樓下門口的保安伯伯 我說 你認識這麼多保安伯伯? 他說 是呀 跟他們談了很久 認識了主管 就叫了伯伯 這麼厲害 他說 沒有人知道你在平台開一間學校 如果那些人 來屋苑問保安伯伯 人人都知道你是誰 不是只是跟高層人士要認識 其實這些伯伯都要跟他和愛 都要跟他 Lillia 我聽你這樣說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感受 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 我聽你這樣說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幸福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不知道你自己會不會覺得 因為第一 就是你讀完書出來 是吧 或者巴黎姆畢業 就在日本 是吧 教了一年 跟著回來 其實做事的時間都很短 但是你有個爸爸 差不多他自己 我聽你說他是做生意 是吧 他差不多都為你 好像鋪了整條路 對 我那時候想 香港都不是很多 很多人有這樣的 能力 或者能力 當時也覺得很難得 當時我也覺得 要做好自己 雖然手葉難 咬緊牙筋 可能最初的 洗肺又要咳嗽一點 請少些人 自己多教一些 當時也知道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你去到什麼時候才開始平穩地發展 其實因為經過爸爸的市場 其實第一個月已經有近80至90個學家 哇 這麼厲害 第一個月 我也覺得很多 當時他的市場學的手段 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些保安的伯伯 就一直送小孩子來學校 幫你宣傳到有這麼多人 找你去跳舞 是的 當時就發覺爸爸很厲害 找到這麼多人來 然後其實 就繼續運動學校的時候 就盡量自己下手下腳 也訓練了一批學生 發現為什麼這麼多人 在對面海都來我九龍間學校 然後97年就在銅鑼灣又開了另一間 就有兩間學校 其實事業都慢慢慢慢開展了 是的 其實做business 就是運動一間學校 沒有學生 又凡有學生 就發覺 哎呀 連續七天都在教我 太忙了 其實你的人生就是事業 那時候 是的 那時候打算做好 因為都覺得很難得 所以想做好這件事 一路一路都不停地做 那你一天裡面大概上班的工作時間有多長呢 都長的 其實睡醒就上學 然後就繼續教 教到八九點 就不敢去街 因為怕第二天沒有精神 都沒有什麼去夜街 又回家睡覺 又繼續 第二天 因為不能生病 因為自己一個人教 或者很多班都自己教 所以都是夜夜夜夜的工作 事業和事業 在你開展巴雷姆學校的期間 是的 在那段時間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都讀了那麼多書 又學了那麼多東西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都很努力 我們聽了Lily 開展了她的事業之後 不如我們又聽一首歌吧 在七點半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跟Lily 聊聊她的信仰人生 作詞 請 weird 作曲 adapting 文 Healing 詞 delegate 作詞 請ew祢 一些歌 歌聲 叫Whasing beg Yea 女 詞 李然 鞭 mode 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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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若無 ugh遍 心臭 煮必看乎 也必爱护 明明就与终培金和暖 主所做的 猴尿和花草乃主所做的 植玫瑰花的雅根纸 我知道主的创造 原来合陈得这般完美 耶稣 祂的尾宴 伴我同行 我不再孤单 如今 恩主带领 助我走出 死陷的幼阔 感谢神 凌晨或清早 会见感谢神 凌晨 日落获分 我不想应声徒告 寄紧教导 向着救主我 必得醒 凌晨 感谢神 凌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今 恩主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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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我走出 恩主带领 死人的幼阔 恩典不尽 感动无限 懷抱社会 祝福生命 恩典时刻 星期一 恩语之声 赛领 梅浩洲 继续回到恩典时刻 恩语之声 继续有曾雪莱的Lily 在我们当中 Lily刚才说到 她的事业 成为一间巴雷姆学校的老师 也是老板之一 一直去教 真的没有停过 由星期一到星期日都一直做 事业就是当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好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春少艾 需要爱情 或想想将来的婚姻之类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法 其实当初工作很努力 学校的人数 也有几百人 那时差不多都会想想 人家有得拍拖 为什么自己也没有 但是想想想想 我们那些行业是三十多天 又要做 人家下班 我就要上班 即是很unsocialable 根本都没有什么机会拍拖 你的朋友多不多 都不是很多 因为很小的时候 我去了外国读书 而且那时候 一开始回来 就已经开了一间学校 看到的都是 那些男士 可能是学生的哥哥 弟弟 那些BB很小 或者Andy 也没有一个对的 出去 跟新朋友 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别人放假 我又上班 所以那时候 也没有机会拍拖 真的没有机会 那对你来说 如果你现在结婚 其实也是一个奇迹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少少 那你的奇迹 由哪里开始 其实去到20岁 问尾 都有想过 都不可以一世是这样 都要嫁的 而且在毕业那时候 老师问我想做什么 我都是想嫁了他 到现在 一段时间都没嫁到 怎么办 那时候也有想过 但是事业 去到 那么多学生等着我教 学校也很好 想就行 但真正应该怎么 又想不通 那 我有一间学校 就在铜锣湾 的 那 初初开业的时候 都是 不是那么多学生 那我就自己 就是 教小朋友 那又是自己 take care 那一间学校 那就在 学校的电梯口 就认识到我 现在 就是我husband 咦 怎么认识的呢 那他就来我学校 就问我是不是 学校校长 那我当时 在教跳舞 那他这样问 那我见他的衣着 好像楼下按电梯那些 就是 哥哥 那我就说 我说你说呢 那我说你是不是在那里做 他说可以这样说 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来这间大厦 帮个大厦物业股价 他是股价师 那所以他就来我们 那个floor 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我那间学校 那接着我就说 啊 以为他是楼下那些 按电梯那个 那我就说 啊 地上有很多沙 啊 可不可以帮手掃一掃 因为带那些小朋友去洗手间 常常满 那带完那些小朋友去洗手间 出来还见到他 那我说 哇 真是值得 那些 给这么高管理费 服务多好 那接着 我说麻烦 我就不敢叫他做阿叔 说阿哥 那些灯淡都没换 烧了 那他就真的去换 那换完之后 那我教完出来 他就走了 那当晚我有个好朋友 就打给我 他说 这个男仔就是我一直 想介绍给你那个男仔 你叫他掃地 叫他换灯淡 他是一间公司的 即是高级合伙人 那我就说 嗯 那怎么办 那接着 他就说 適合你 那我说 他疼不疼妈妈 他说 很疼妈妈 疼不疼弟妹 他说他也很疼弟妹 我说品格 品格很好 那他第一份工 做到那时候 没有转过工 那我在电话 听了这么多 就对他有好感 虽然不是跟他说话 但我也对他有好感 那你知道 对他人有好感 差很远 那我就觉得 这个都适合的 那接着就 你一个朋友就帮你安排 就没有啊 那他 那因为他是来那个大厦 做物业股价 都出入都多 在那里出入都多 那都遇见过几次 那他约我午餐 我说不好意思 午餐没有空 他说茶 就是遇见一两次 就好像很 人家都会问你 你喝不喝茶 吃不吃饭 那我茶都要教 都不行 那我说晚餐 晚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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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的 晚餐打算聊晚餐 应该好一些 那我说晚餐 那吃过几次饭之后 就发觉 都很合谈 那因为其实透过 我其实除了开巴雷姆学校 也有开礼仪学院 那我就 其实透过礼仪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会教一些学生 是Dating Etiquette 就是怎样可以 没有男朋友 很快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很快结婚 那就是透过第一次 就是大家吃饭 那可能 他请你去一间restaurant吃饭 那我就 我就会 就是 都对他有好感 那我就写了一个Thank you card 因为现今社会 很多人都是 按个SMS 或者在外座等 如果 比如一个女孩 对一个男士 都是喜欢的 那别人请你吃饭 你手写 就是很善心 他就写一个Thank you card 但就不用碎唇膏 或者送礼 很简单 别人就写 我都有一个restaurant 很好味的 下次到我请 如果一个男士 对你有兴趣 他就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两三天都没有打电话给你 就找个别人 那他就 在两天之内有打电话给我 那我就去我 那我就去一间restaurant 那你都知道 吃来吃去 吃来吃去 那就 慢慢就真的发了拖 是的 那因为第一次就写卡 第二次 又写卡 没什么新意 因为香港男士普遍都会怕吃柠檬 所以都不会敢弱 或者敢表白 那在第二次见面 那因为我又介绍礼仪 我就教人多聆听 那我就 子女行间听到她说 她喜欢吃苹果 那第二次吃完饭之后 我就送了一个 日本温室的苹果 很大的 那她收到之后 发觉 这个女士 是有听我说 我喜欢吃苹果 即是大就大一点 因为那些购买得到 几十元 不是说那些标啊楼啊 没那么多钱购买的东西 就是不用送那么贵的 即是表现到 你是有聆听的 那如果她又是有意思 那就 来来去去就很快 你明白吗 很细心 那就认识了 接着就差不多 一个多月就决定 大家都觉得很适合 那就开始计算婚礼 即是一个多月就已经计算了 大家都觉得 都很适合 计算婚礼也计算了七八个月 接着就结婚了 那你觉得 现在回想起来 有没有选错 很明显 没有 我女儿都33个 那时候 其实为什么 这么快决定到结婚 一来就很忙 因为我们去注册那天 我早上教完 巴伦舞11点 就回家 换件婚纱 整个计算 自己开车 因为我老公不懂得开车 即是我自己开车 去洪眠道 因为老公不懂得去洪眠道 因为都很闯缩 决定结婚 看看谁有空 那谁来了 都不要紧了 先簽了 那接着呢 下午3点钟又要教跳舞 即是中间的组织 走去做儀式 那就是看成这样的 哇 即是你其实都是 在你的事业里面 去 那些时间出来结婚 那时候真的是 看得太紧了 那接着结婚后 五年左右 就开始生第一个小朋友 接着就四年生了三个 偷偷才继续生 那我们听到这里 由偷偷去听首Vera的歌 《未来》 接着继续跟Lily去聊 唱吧 原来你在眼前 你是真的在我身边 原来只是一秒 已将我世界都改变 在世间寻美 爱何走不尽爱的触距 直到遇见你 那深刻的爱 使我没法解释 未来没法预测 未必爱也真推散 明白了这叫做真爱 叫我永远不放开 未来或有落花 都只会叫我更爱你不告 就算眼睛再真不破 将手力气都不再 仍然记忆 你带给我心跳的 那一天 原来你在眼前 你是真的在我身边 原来只是一面 已将我世界都改变 在世间寻美 爱何走不尽爱的触距 直到遇见你 那深刻的爱 使我没法解释 未来 未来没法预测 你的爱也真推散 明白令这叫做真爱 叫我永远不放开 未来或有落花 未来或有落花 明白令这叫做真爱 明白令这叫做真爱 叫我永远远远不放开 未来或有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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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我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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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欣典時刻 星期一 欣語之聲 車兒 梅浩洲 繼續回來欣典時刻 欣語之聲 其實跟今晚的嘉賓Lily去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能聽眾聽不到 但我們看到她是一個很有笑容 很自信 很美麗的媽媽 她有很多時候 她懂得如何跟其他人相處 以至到她無往而不利 正如她選擇老公也選得好 一路一路下去的時候 結婚後 人生的取向會不會有改變 還是仍然是事業為先 因為那個學校也開了一段時間 有很多學生 當初也是事業為先 但我覺得結婚之後 其實就要努力去維繫婚姻 維繫婚姻 我自己其實都是看我媽媽怎樣做 她都很尊重我爸爸 所以我其實經常想 雖然我們認識這麼短時間結婚 但其實是看結婚之後我怎樣對待我的husband 如果我對她是尊重她 和對她溫柔一點 不是在學校的樣子 學校是一個老闆的態度 而且在家中 我要分開我的角色 在家中就要照顧得她好 應該是這樣 煮多些東西給她吃 維繫婚姻 例如我這些新婚了不久 都兩年了 但真的很想去請教一下Lily 怎樣才可以在家中留得住老公呢 其實家中是每一個人基本的根基 因為有時聽聽有些醫生或護士說很多故事 每一個人快要上天家或過世的時候 最多是想家人 所以其實會想我以前很抱怨沒有陪到誰 很多時候會有這些抱怨 就是很後悔 所以家中的家人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天天天天我們出去工作 拼搏 想家中的生活得比較好 其實現在現今的社會生活得比較好 就是想多些錢 大屋 多些名牌 就是生活好一點 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家庭 不同的成員的關係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維繫是說很多包容 又要有不同的角色 我想問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以你跳芭蕾舞跳得這麼厲害 因為我知道芭蕾舞對個人的要求都很高 對不對 你剛才說跟你現在的丈夫 認識了一個月 然後拍拖 拍了大約七八個月左右 那就結婚了 那你記得剛剛結婚之後 大家要住在一起 要一同地生活 有沒有什麼磨擦 或者生活習慣上有不同的東西 一定有的 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的家庭 我的生活習慣就是這樣 他的生活習慣就是這樣 其實很多人覺得是困難的 跟不同的人相處 但我覺得 為何嫁嫁嫁的時候 嫁嫁嫁嫁嫁嫁嫁 其實我怎麼想呢 就是那個人是不是值得我 改變自己去迎合他呢 我覺得千萬不要想著 我是這樣 他要轉變來迎合我 其實如果這樣想 就永遠沒有幸福了 但是你嫁嫁嫁嫁嫁嫁嫁 這個人是否值得自己改變去迎合他 如果願意 堅持這樣做 生活上面很多細節要磨合 我覺得他就值得我轉變去迎合他 所以我覺得他一點都不辛苦 因為我已經決定了那個角色 我是這樣看 那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例子 是你當初是走得很辛苦的 但是你都堅持去做 以往都多的 因為來自不同的家庭 就是小字擠牙膏擺位等等 就是很多細節 其實我覺得男士是很需要尊重的 其實他要這樣 我盡量改我自己 可以 好 走得就走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他要尊重 而且他都很理解的 都很整齊 很合理 所以我有了這樣的想法 就容易過了 那些日子 另外我想問一下就是 剛才就說生活上 那你繼續這樣工作 其實剛剛新婚 我想阿車兒可能都很清楚 剛才她說 其實阿車兒剛剛結婚兩年 都不算長 那都需要繼續去維繫感情 繼續去拍拖 那你那些時間 排到這麼密 那會不會有些困難呢 是 當初其實 因為他都很鼓勵我繼續做事 既然他鼓勵我 就繼續做 越做越大 去到近一千個學生 很多 很繁重 那我就其實 一結婚其實都想生小朋友了 不過呢 可能一來就忙 二來可能那時候身體狀況又不是那麼好 就是小時候在外國學肖母 可能不是很懂得身體 那幾年都沒有小朋友 那想想想 都是時候要小朋友 那接著就去看醫生 那也都有兩次不太好的經驗 就是 無法導入小朋友 那接著我覺得 哎呀 為什麼自己這樣 那接著就去看醫生 又調理身體 那終於就生到小朋友了 生了第一個之後 就發覺 其實還沒生之前 就大家聊一下 其實他最先沒有打算生的 那我想著 蛤 忘記了問 忘記了問又生 又嫁了 那當然沒辦法了 但是我很喜歡小朋友 那終於就生了一個小朋友 那接著就發覺他都很 很照顧女兒 又餵奶 又換片 那我發覺 我有信心 就是他是一個好爸爸 再生再生 那四年生了三個 所以那幾年 見過我的家長 就說 校長啊 你好像大了很內途 我說是呀 剛剛生完一個 現在又快又生了 然後過了一年 好像 好像 未見過你 未生的樣子 對 我家裡已經有兩個 接下來又一個 哈哈 我自己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不斷生了 生了三個 那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先聽一首歌 在八點之後 繼續跟Lily去聊一下 她真正正的信仰的生活 不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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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有多近 只要信 今天 你可得 永生 此物再 懷疑 信主莫 此意 怕面對 你只會一生 抱憾 不要問 不要問 今天 真愛 有多近 只要信 今天 你可愛 得真 此物再 猶疑 談出 心 底事 要面對 尋找 人生 真意 恩典不盡 感動無限 懷抱社會 祝福生命 恩典時刻 星期一 恩雨之聲 車兒 梅浩洲 現在是繼續我們恩典時刻 恩雨之聲的時間 我們的嘉賓 今晚是曾雪麗 Lily Lily 繼續跟你聊下去 先頭我們講了整個小時 差不多 當然 還沒有提到 你信主的經歷 假設 先頭 你講的 你當時 會不會是未信主 或者你也講一下 你信主的經歷是怎樣 我就是 七年前 我有一個好朋友 蔣麗萍 Agnes 不斷跟我說 有個查經班 很好 帶你去 那時候 因為我還是 事業很忙碌 那時候已經生了兩個小朋友 跟著 拿著第三個 那 他經常叫我去 我說不要了 但他就 講了一兩年了 那我就 說好 找日 有時候在街上 遇到人說找日 就是不用 那時候找日 找了整兩年 然後有一次 他又知道我很喜歡學普通話 因為我不會講 那時候 他就說 終於他找到一個普通話 是台灣牧師教的查經班 他說 有個普通話的查經班 有普通話學 適合你的 那我說 不錯 那時候剛好是暑假 我其他的媽媽會 就放暑假 那我都說好 有個Gathering 那我去到 去到第一次 那我們的牧師 蟹牧師 他是台灣牧師 他其實講普通話 基本上應該不會聽 但是那天 也很奇妙 我覺得台灣普通話 都很容易聽 聽得懂 當時聽完其他姐妹 講完她們的經歷 我自己即時就覺得 很感恩 自己擁有這麼多 原來幸福不是必然的 當時那一刻 立刻就決了治 第一次去查經班 就決了治 我每逢星期一都去五個小時 查經班 多忙 我都風雨不改 這樣去 其實我有一個 尖銳的問題 也想問你 因為我們剛才 都檢閱過你的人生 你是很一帆風順的 家庭也很好 丈夫又很疼你 又有很好的子女 事業又非常之好 其實一個這麼成功的人生 還需要相信嗎 其實當初都不相信自己會相信 因為我覺得 是我自己努力去跳舞 我自己努力去考入很好的學校 是我自己努力去開班 有這麼多學生 其實我需要相信 但其實去到某一個點 發覺不斷地做事 不斷地做事 朋友又少了很多 還有可以傾訴的朋友 是很少 那天去到這個班 看到很多其他朋友 就覺得 真的很想有一班 知己朋友 去到又有很好的一個梁師 又有麗萍 又有明明姐 去到覺得很安心 在那一刻就相信了 接著就慢慢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聽牧師講解經 接著我又學習 其實是慢慢轉變 不過最大的轉變 就是發覺我自己的脾氣 就是溫和了 你以前是怎樣的呢 以前 試過有一次 以前就是 都火爆的 因為 可能 就是每個人都順利 以為自己很聰明 就是每個人都好像掌握之中 人家做得不是我那個心意 我就會 就是用我的角度去說別人 那麼 信了主之後呢 其實有一個經歷就是 我帶著三個小朋友 那我就要剪頭髮 剪完頭髮 那就發覺 給錢了 沒有一個環包 那剛剛在銀行拿出來的錢 可能跌了 就是跌了 都不知道跌到哪裏 都幾多錢的 那當時我第一刻呢 就說 當然是主耶穌 叫我 站著你整齊一點 不要那麼勞勞 不要那麼勞勞 就是 今次是 這些錢 就是 他是提我 不要再這樣 混混亂亂 那 以往的我呢 如果未信耶穌 那時候 我是會 就是 說完司機又說工人 說完工人又說女兒 就是總之有誰說誰 應該不是我錯 但是那次之後 我覺得 哇 沒有罵人 覺得很平安 覺得 他提一提我 覺得很舒服 這個感覺 之後就慢慢點點滴滴的轉變 另外呢 另外有些什麼 最特別的改變 我想是 自己越來越覺得 很感恩 有這個恩典去信了主 因為 以往 好像 單打獨鬥去做一個事業 run我的人生 現在其實 我看聖經是一本 簡直是人生手冊 我有些什麼不明白 我就看聖經 聖經叫我 就是 要 每一件事 應該怎麼做 看看 詩篇 看看針言的智慧 看看傳道書 每一天 都是 很充實 在學習的 所以 真是很開心 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先說到你信主那裡 聽你說 你很多事情都好像很快就可以決定到 譬如 選丈夫 去信主 我認識很多人 你可能跟他說一整年 他都 尤而不決 不肯信 當時 你去一個查經班 第一次 第一次 你就信了 當時 你自己的心裡 你是 知不知道自己信什麼 還是說 當時 我都很確實 知道自己信什麼 你覺得這樣 其實 當時 其實都很確實 因為 其他人說的經歷 都很真實 是他們的真人真事故事 我覺得 幸福不是必然的 原來 人生會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我覺得 信了 接受了神 接受了主耶穌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依靠 不會再是 好像單打獨鬥 因為 永遠 要自己最聰明 最聰明 去到一刻 其實會累的 真的不可能 一輩子都是最聰明 你那時候 會不會 真的有一個 累的感覺 都會的 因為自己一直 但是 有時候 做事 我想很多人都是 在這個社會 做事 會做到 不知會累 直到有一刻 有得靜下來 因為 可能城市人 是欠缺過安靜的 我覺得 那時候 是很舒服 他都沒有試過坐下 又聊幾個小時 又很安靜 還有 想起 自己有些什麼 是做得不好 因為有時候 跟別人說完 一些說話 自己都覺得不太好 但是 應該怎樣呢 現在就可以跟主耶穌 認罪 就是 心舒服很多 我覺得 是自己的感覺 心情 是覺得很有得著 我們聽到 Lily 其實人生 很多方面 都是很直去的 一路一路 就去 奇女子 是的 一聽到神的呼喚 就直去接受他 不如我們又聽一首歌 回來之後 我們再跟Lily去聊一下 她信諸之後的改變 好的 好 一缸 玻璃跌破也去追 你比世上童话更真实 更伟大 叫我心中喝彩 像个童话一生改变的制约 平淡顿城精彩 转变天鹅没意外 感激你 尋找我 敬起变化我心窝 你已冥定从此一生 为生带着爱 持高的主 何经今生 离开天家尊贵 静静抱入尘世 身份都可放低 你做木匠 已相受劳动 看似不伟大 谁明白你可贵 亲身体恤我及安慰 为我解开心 我聚咒写生命 令我心里清醒 不信掌闻未怨鸣 灯火里 篮山珠 转身听见你呼声 你已复活从此一生 改变更动听 至高的主 何经今生 离开天家尊贵 静静抱入尘世 身份都可放低 你做木匠 已相受劳动 看似不伟大 谁明白你可贵 亲身体恤我及安慰 你捨天家做平凡人 愿意捨身替代 尋找尚心若慢看见 比坦一生电改 你捨身去 来替我承受 赏免中罪贼 谁明白你宝贵 将一生给你不枉废 人生满事全其多 敬貴 因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因典时刻 星期日 因语之声 车移梅浩洲 继续我们因典时刻 因语之声的时间 Lily 先头说 你相信主的经历 都发觉 你决定某些事情 都是很快的 在你相信主之后的经历 有没有什么特别 黑骨铭心 你觉得 遇到某些事情 是神改变了你的 有 不是说一样东西 都是那么顺利的 刚才说了 我四年生了三个小朋友 很明显 一个妈妈生了小朋友 很多时间都会 照顾自己的小朋友 很明显 在学校 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放下去了 当时 很多很多学生 我以往用了十年时间 训练了一个得力助手 协助我在学校教学 当我最忙的时候 就是生完第三个 那时候抱一个什么 拖一个 他就在我最忙 最 就是不可以那么多时间 照顾学的时候 就 一个月 给了一个月通知 就辞职 就在我旁边 学校 旁边那栋大厦 开多了一间学校 那我的学生 就跟着他走 在这个时候 这个老师 我就用了十年 去栽培他 那时候 即时都觉得 诶 为何会这样 为何会发生这些事 在我身上 那时候 我那时候 其实信了主之后 我想我得了 就是 即时会反思 是不是 我对他 不是那么 妥当 可能很多时候 忽略了他的感受 因为我顾住家 多了 那 其实在这件事 普通人来说 觉得很生气 很愤怒 但是 幸好我那时候 信了主 我很多事情 就交托 牧师就叫我 不如原谅他 就是做个讨告 那我就 牧师带领我 做个讨告 那 小小不开心的 本应 就是还有小小不开心的 但是 那些 硬着硬着的那些感觉 都在讨告中 就是释放了 其实 我觉得这个 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得着 因为 就是有时候 人家对你有些 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 屈住屈住 屈到很辛苦 又释放不了 那这件事 令到我觉得 主要很恩待我 给了一个机会 我去释放 因为 人家怎么做 我根本很难控制 但是自己的想法 信了耶稣 我就觉得 我可以选择去做 祷告去释放 所以我开心 那你后来 是不是也原谅了 这位老师呢 是啊是啊 我其实 我现在也有送信息 他偶尔也有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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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上 我和好了 我觉得 至少在自己的心理状态 就会觉得 开心了一点 不要说 很多怨愤 怒气 我想 大家听了这么久 都知道 Lily的事业 挺是她人生的中心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当她发现了她的事业 被人这样抢走 很大打击 是啊 其实都可以想像到 是很大的打击 听你说 都应该会觉得挺生气的 是啊 但是 譬如我刚才看到 你去说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以很平和地去说 亦都好像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情绪波动 亦都真的可以很快地 就原谅了她 你觉得神在你心里面 他怎样去令到你可以作弓 令到你会这么快 就已经可以原谅到她 其实当时是有一段时间 都会生气的 不过其实 我经常觉得 生气是我自己辛苦 他又不知道我生气 很多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自己 就是生气这个生气那个 其实是罚自己 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 主耶稣就是 信了主之后 我们好像凡事交托 还有 我们可以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跟她说 交托给她 那一个感觉 真的很开心 我们圣经里面也有一句 即是说 不可含露到日落 是的 因为其实可能 未必是对那个人 你生气的时候 好像Lily说 未必是对那个人 有任何影响 她可能还是很开心 很无事地生活 但对我们自己 就是觉得 哎呀 妖心妖肺 哎呀 睡不着 哎呀 失眠 那怎样呢 但从Lily的经历里 真的听到 其实我们有一个 寬恕人的 可以去寬恕人的时候 自己也是一个 自己得着 最大的得益者 不如这个时候 我们又听一首歌 在答本之后 我回来继续跟Lily说一下 《臭祭经》好吗 好 你上路 是你与你 是我迷惘入春 从来也晓得 真理无难沉 从没放下自我牵你上 然而仍是你 亲手牵我路 没有愿意 没有退避 是你令我愿 放下我的心 来交出真知心 从不想厚 愿意心里 伴依你怜悯 愿后待我的心 将你没有变更 明天中有幻 变在路途 那句怕黑暗 来放下我的心 来交出真知心 其许一身里被你拥抱 信服你念满 愿献奉我的心 定义没有变更 定义没有变更 明天中有幻 变最路途结伴同行 从来也晓得 从没放下自我牵你上 认为你 从没放下自我牵你上 来交出真知心 来交出真知心 从不想厚 愿意心里 伴依你怜悯 愿后待我的心 将你没有变更 恩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恩典时刻 星期一 恩雨之声 奢依梅浩洲 来到8点36分 继续有我们的恩典时刻 刚才跟Lily说到 很想跟她聊聊小孩 因为Lily也是一个 接触很多小朋友的老师 亦有三个女儿的妈妈 现在很流行 英文叫Tiger Moms 中文叫苦妈妈 很多时候 就会不停催逼小朋友 两岁就要去play group 然后不停排完一天的时间表 是没有停的 不停要去做很多东西 学很多东西 跟你们分享一下小孩子的感受 如果当我们是小孩子 我们三个都是小孩子 我们想起 有什么最开心 闭上眼睛就会最开心 其实很多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想起 妈妈 爸爸 如果她真的很疼你 你多数会想起 妈妈 爸爸 爸爸妈妈很疼自己 有什么片段 是一起做过的 多数是想起这些 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 一向都是骂你 你什么都不行 你又危险 那你其实回想起童年 你是不快乐的 其实我们最重要 爸爸妈妈给 美好的回忆 小朋友 每一个人最开心 是被人接纳 和被人鼓励 那其实最好 鼓励自己的人 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 我们有小孩子 的爸爸妈妈 应该多些鼓励小朋友 那 另外一件事 你要知道 不同岁数的小朋友 他们的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阶段是不同的 譬如他一个两岁的小朋友 他可能的专注力 是只有几分钟 那如果 爸爸妈妈 让他去一些 学习的地方 是要坐定 一小时的 那他很明显做不到 你的要求 那你就说他 那是不是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所以 家长应该知道 不同的岁数 他是不是 可以 应该 做到那件事呢 其实 不可以拔苗助长 所以 基本 就看了小孩子的岁数 继续 让他学习 適合他岁数 的东西 但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希望 爸爸妈妈 有个赞赏 但如果 一个 爸爸妈妈 不误会了 两岁 就要坐定两个小时 才是乖 那就大错特错了 根本他都做不到 你的要求 那你就是骂他 骂他 他就很不开心 原不开心 他的自信就低 低就 放屁 什么都不做 其实最终 就是很大的影响 那Lily 其实呢 我也观察到 现在香港 特别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普遍生的子女 比较少 可能一个 起两个子 可能 不知道 会不会 爸爸妈妈 会更加紧张 那些子女 例如家里的家务 举例 例如 我想现在都很少 弟弟吃完饭 会洗碗 洗碟 那些 或者 执碗都不会了 不要说洗了 执都不会了 那在这一方面 你自己 有什么方法 去教導这些弟弟 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 小朋友做不做到 这些事情呢 其实是 看家长 有没有 给他机会 有没有教他 现在呢 普遍来说 都是很多 是很保护的 就是小朋友是很保护的 就是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是工人姐姐做 或者 她 连 摺衣服又不用 掛衣服又不用 可能回到家 都完全有人帮她做 其实这些是 基本 人的治理能力 一定要从小学的 那我自己 就 很小个小朋友 很小个小子 已经是 自己吃东西的了 那我用什么方法呢 那我当然叫工人姐姐 煮好些东西 但是不要煮太多 那小朋友 看到妈妈 爹地回来 吃饭了 那他们当时很小 一岁两岁 都没有很懂得说 但是我就开始吃饭了 我自己吃 但是我又不喂他 但是他 看到 哇 碟松制吃完了 那他为求生 他会自己吃 虽然头那两次 可能跌到周围都是 但是吃下吃下 你给他练习 他就吃得很 瞄得很准的 一摺又摺了入口 哇 手比我更快 那我都叫他慢一点 慢慢慢慢吃 留一些给你 你不用怕 那整一下整一下 他就会有 就是学会自己 照顾自己 那到大一点 好像我女儿 就是大那个女儿 已经四年班了 那两年前 因为小孩子经常都要求妈妈 我想玩一下bubble 就是小孩子很喜欢玩bubble 那我就说 既然你这样要求 那我看到洗碗盆 洗碗盆那里有很多bubble 那我就说 嗯 如果你成绩有进步 妈妈就奖你洗碗 那他就 啊 好啊 其实自那次开始 他成绩一日一日进步 因为他真的很喜欢bubble 所以他很喜欢洗碗盆 那我当然要确保他 用一只 不要伤害到皮肤的洗血精 那他开始协助我做家务 那妹妹见到姐姐 那她又想做 但是洗碗已经奖了给姐姐 第二个女儿就 奖她抹地 那你知道 小女儿抹地抹到周地湿了 第三个女儿见到姐姐又一做 那就是做第二个女儿的助手 拿一张干布跟着姐姐 所以这个家里就 是这样 几个人一起做家务 现在我是 没有工人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三个女儿都帮我搞定 但是我也是他成绩有进步 譬如一分两分也有进步 那就奖她 那你会不会很想小朋友 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然后不停逼他读书那些呢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 最重要是他 他要玩的时候 尽情玩 要做功课的时候 有专心 其实我没有要求他 每次要拿很高分 不过我每次就要求 你进步过上次 就可以了 那就是让他一来 不用太大的压力 和容易achieve到 你说如果今次70分 下次即时要他100分 其实他都很大压力 人在压力之下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反而你鼓励他们 好过上次多多少分 你觉得可以 他说想多5分 又问他 你平时应该 每日多讀多少时间 才有这样 讀多10分钟应该可以 那就试一下 然后他做完他应该做的事 我带他去游泳 带他去公园 玩 我陪伴他们很多 但真正学习 就不是很多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问 客长你的小孩学什么 我说是那样 他说这么少 我说是这么多 因为他没有要求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 但每个小孩 想起我们童年 都喜欢爸爸妈妈陪伴 听到Lily的教学方法 都很新穎 很特别 因为想起也是对的 因为很多时候 小朋友如何接收 很多时候都是从妈妈来 如果你觉得洗碗是一个懲罰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一个懲罰 但如果你觉得洗碗是一个奖励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奖励 不如我们又听首歌之后 回来继续跟Lily讲一下《臭小孩》 《臭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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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心痛苦 谁皆心里有 谁可于这下伴我身边送 只有你永恒的主 每一下等待静听伤的 谁知心性 谁牺牲负负责 谁舍穿江碑 谁于七黑中 让每点光照片 只有你永恒的主 带出光辉令我温暖 人海总想失落 每天感到压迫护困 还愿你每天也纪念 求人住在地 是我能知道 你是永恒 你是盼望尚在我手 容许我靠近你 永远没挂虑 容许我爱慕你 因你是我力量 明天总有我变 求你引渡 恩语之声 奢依 梅浩洲 回到最后一节的恩典时刻 恩语之声 时间真的不够用 不如我们继续讲讲 这个臭儿子的方法 Lily 刚才听到她说 她的方法和别人很不同 但教出来的小朋友 也是很好 我想问一下 最重要是你觉得 如何教导小朋友 以至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我在《圣经》选择了一句 就是《针言》22章6节 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道路他日不会偏离 我觉得做父母最重要 在教小孩幼儿发展期的阶段 最重要是家长要知道 小朋友的恩赐 神创造了这个小朋友 他的恩赐在哪里呢 第二件事 就是把小朋友放在 适当的环境 适当的环境 去发挥这个恩赐 第三件事 教他懂得选择 如果做家长 我希望 我自己是受惠者 我自己信了主耶稣之后 我自己的性格 有转变 平和了很多 活出主耶稣 希望可以做到的人爱喜乐 和平引来 我们的圣灵果子 希望小朋友也能做到这件事 最重要是家长要 真的带到小朋友 重点是信主耶稣 带他去主耶稣面前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例如在教会里面 看到一些小朋友 懂得去分享 懂得跟别人合作 因为现在小朋友 很多时候都是读生字 读生女 很难跟别人合作 或者跟别人分享一些东西 如果他们能够在一个教会的环境下 有多些不同的小朋友 一起去接触 可能他们的生命 的人生观都会很不同 有时有些家长都会跟你说 小朋友很頑皮 不听话 坐不定 其实你怎样去教他们 去控制这些小朋友 其实有时 如果他们说坐不定 我第一时间问一下 他们那些饮食习惯 会不会吃很多 有叶制过的食物 饼 或者一些果汁 会不会饮食 令到他们有hyper的现象 如果没有事 其实我很多时候 都跟妈妈和爸爸说 其实小朋友一张白纸 他的品格 他的礼仪 其实从他一睡醒 开眼看到 爸爸妈妈是怎样的相处 如果妈妈都是很尊重爸爸的 爸爸又很疼太太的 其实这样的家庭长大 小孩子就很有礼貌 如果妈妈 爸爸都是很有礼貌 互相对待大家 其实是在家里学的 很多时候 爸爸妈妈信了耶稣 他有这个品格 很好的品格 小孩子就是这样 就会学到好的品格 好的礼仪 比如你自己的小朋友 你怎样教到他 更加有礼貌 或者更加有怡态 其实如果礼貌 真的要不断地提 叫人早晨 叫人早晨 这些一旦没有做到 就提醒他 你记不记得叫Auntie Uncle早晨 小孩子要教 是即时教的 不可以等到暑假才教 等到夏天才教 等到有空才教 是没有的 小孩子一发觉 你想改善他 就即时提醒他 应该怎么做 提醒一下就变成 好像休息 眨眼 他觉得这些是基本事 不会觉得很难做 因为很多时候 去到入小学的时候 很多家长一窩蜂 去又学面词 其实那时候 是逼他做些事 Lelia 我知道 你除了教跳芭蕾舞 也有教礼仪 是的 你在教礼仪那方面 或者也告诉听众 你自己觉得 普遍来说 香港的小孩子 或者香港的人 在礼仪那方面 那个水准 或者了解的程度 如何 其实现在越来越发觉 可能真的 很多家长没有注意到 这件事 都是在分数 学校的分数 那里放在重点 没有着意去教他们礼仪 因为可能他们在家 自己都没有尊重这件事 所以普遍小孩子 是和人相处 没有什么意识 没有什么意识 所以应该要注意 家长在家里 有注意到 便会有进步 嗯 嗯 其实我也觉得 现在的小朋友 实在有太多的物质 以及有太多的时间表 以至到他好像 人生都很忙碌 很忙碌 很忙碌 那我还想问 Lily 你自己的小朋友 是不是也是这样 其实我自己的小朋友 一个星期 有一样东西 必须要学 是学一样的 其他时间 他们做完功课 我就会陪着他们 去做他们想做 去沙滩 或者去 他们想去游泳 我就会陪伴他们 做他们想做 都是一些体能的活动 不会坐定在那里 两个小时 读书那种活动 是的 那读书方面 你会不会 都需要他们 不停地温习 或者是 是什么样的时间表 其实我用了一个奖励方法 如果他们 我知道 因为不同的 我三个女儿 都有不同的喜欢的东西 那 我就问她 如果妈妈奖励你 想要什么 那我就知道 每个女儿都喜欢什么 我就说 回来 如果 换完校服 做完功课 妈妈就奖励你 几个贴纸 草垢 几多十个 就有这个礼物 而且很多时候 家长都要知道 奖给她 都是要她喜欢的东西 不是说 你觉得她喜欢 去那间快餐店吃东西 就是 有很多时候 可能小朋友 如果她喜欢吃红豆沙 或者糯米池 她根本就不喜欢你 掌握的东西 她就不做 所以都要沟通 沟通很重要 在家里来说 就不只是自己觉得 如何 跟她聊聊 其实在今天当中 都听到 Lily 很多不同的 臭小孩的方法 对待人的方法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在乎 尊重 和聆听 因为小朋友 和大人 都是一样 当你尊重 感觉到爱的时候 你的人生 自然会美丽 也自然有自信 活出来 也更加美丽 和自信 是的 还有很多时候 听Lily说 我想 神在她身上的作为 刚才她也说了 一两个经历 有时候 人不是不想爱 但是人 有时候 恨 可能会比爱更加大 唯有神的爱 才可以把恨拿走 是的 所以 神在Lily身上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也很希望 神在你身上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 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 打电话来 我们的光安华热线 就是3106-4444 由现在起的两小时之内 都有专人去接听你的电话 可以去解答你的信仰问题 你甚至可以在那里 缺自信耶稣 希望你也可以得着 上帝这一份 那么好的福分 星期五 继续 都会有我奢移 在当中 希望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最后 就送上这首歌 这首歌 叫做《彩虹下的约定》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拜拜 拜拜 我 我 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缤纷的彩虹 诉说你我的约定 我 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停歇 祝你已为我 祝你已为我 摆设了生命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